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中澳關係的最新情況 在上個月發生的阿富汗假途爭議事件 和大陸限制進口澳洲煤的措施 導致目前的中澳關係 可以說是處於近半個世紀以來最惡劣的時刻 而在昨天 澳洲國會分別有一名參議員和眾議員 發表了一些對中國相當強硬的言論 可以說是完全不避免大陸 說到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位參議員的名字叫做Jim Molan 莫蘭 他是前陸軍少將來的 來自執政自由黨 所以他所說的話 某程度上 都應該是代表著執政黨的一些意見 這位莫蘭在接受澳洲一個電視台訪問的時候提到 說擔心中澳貿易戰 很快就會升級成為軍事衝突 而他又強調 澳洲和中國開戰的實際機會 比起目前所想像之中的高得多 澳洲政府就必須要立即 準備好最壞的情況 莫蘭就說 中國已經是備戰了好一段的時間 而最近這個星期每日都是對台灣進行了威脅 而且又侵入了日本的領空 而且又無視任何的國際規則和法律 進佔了南海 這位莫蘭又預言 中美之間可能會在未來三至十年裏面爆發戰爭 他還說美中的戰爭不僅有可能發生 而且比起多數人願意承認的機會是更加之高的 他就提到澳洲雖然不是主要的參與一方 但是也必須要做好準備 因為澳洲可能會遭受到一些附帶的傷害 莫蘭最後就提到了 說他認為戰爭並非是無可避免 只是覺得澳洲當前最好的辦法就是要制定那一套防範中國的國防戰略 這就是他的說法 實情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位莫蘭很明顯就是 那些對華相當強硬的鷹派勢力人物 他說得出這番說話 明顯地就是展示得到 執政自由黨有某種程度的決心 就是要完全擺脫中國的影響力 因為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 其實中澳之間在外交上或者在經貿上 都是罵得相當不愉快 尤其是這個中國駐澳洲大使館 似乎就是貢獻了不少 在幾次的中澳口水戰當中 駐澳洲大使館就好像戰狼上身一樣 往往就是採取一種積極主動進攻的狀態 於是對於澳洲的政界來說 當然就是相當難受 現在這位前陸軍少將 莫蘭參議員 所採用的措辭是這麼強硬的時候 最少就反映得到 澳洲在短期之內 絕對不會 妥協或者屈服 如果會的時候 他就不會說出這番說話 又說要避戰 又說要防範中國 等等 這個態度 就比過多月之前 明確了很多 因為之前 似乎都有一種想適事寧人的感覺 但是大陸方面 明顯就是不想轉彎 所以 局到澳洲 也沒有彎 然後 看看另一位 眾議員 他曾經擔任過澳洲駐以色列大使 近日他就寫了一篇文章 投稿去日本媒體 日經亞洲那時候 這篇文章就提到 中國抵制澳洲的大麥 牛肉 葡萄酒 木材 煤炭 乃至是龍蝦 理由千奇百怪 但是無非就是出於政治性的決定 目的就是要向澳洲傳遞一種警告的訊息 就是中國是不用批評的 沙馬強調 澳洲絕對不會犧牲主權來換取和中國做生意的機會 反而會趁著這次的契機 修正澳洲在過去長期依賴單一市場 不健康貿易情況 同時沙馬就說 大陸經常都高調批評 其他國家干涉中國的內政 但是在前排 中國駐澳洲的外交官員 就發佈了一份針對澳洲而作出的14項指控清單 沙馬就說 這一張清單其實已經是干涉到澳洲的內政 以及在不能妥協的主權議題上 另外沙馬也提到 中國好像將澳洲當作是從屬國一樣 要求從屬國要對中國尊敬 以及將中國的內政需要 至於國際規範和原則之上 他在文章當中列舉了多個中國制裁澳洲 但到最後是自食惡果的例子 比如說抵制澳洲的鐵礦砂 就導致鐵礦砂的價格飆升 另外大陸就不准澳洲的貨輪在港口射下煤炭 但是自己就因為煤炭的短缺而陷入限電的狀態 實情他這篇文章就點出了兩個要點 第一 他點出了大陸那種的恩主心態 其實這一種的心態 自古以來都是有的 在封建時代當皇帝那些往往就會覺得 中原作為一個天朝大國 簡直就是密浮民風 要什麼有什麼 所以往往就會輕視 和外來勢力的經濟貿易 反而就著力於建立一種叫做朝貢體系 反正那些位處邊垂的小國 就一個二個定時定後 就拿他們那些爛鬼土特產 去到天朝那個京城的時候 就進貢給皇帝 皇帝就會賜一些零鑼籌段 或者是 京貴的物品 給這些小國帶走 實情你說從價值上來算 完全是被人找笨的 不過 做皇帝的 他有面子 搞得好像萬邦來朝 繁盛景象 受到這個朝貢體系的思維影響 縱使是去到後來明清那個時代 其實那些做皇帝 往往 和外國進行貿易的時候 都會是抱持著一種恩主的心態 就是說 我天朝大國和你這些外國做貿易 就是我益你的 不是說你益我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做貿易雙方其實就應該是處於一種對等的關係 是叫做互惠互利的 永遠沒有說只有一方有利的 如果只有一方有利的那些叫做互惠 沒有人會做下去 但是 天朝大國 當然是恩主心態 沙馬眾議員現在所寫的這篇文章 某程度上 就是導出了這一種態度 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澳洲 根本上就是恩禍得福 為什麼 大陸就要利用經濟的手段來想制裁澳洲 但是反過來就促進到澳洲 是不再將所有的貿易依賴在單一國家身上 而且就驅使到澳洲不斷地來開拓新興市場 變相就將貿易風險降到最低 因為當一個國家長期依賴和另一個國家的貿易關係的時候 當另一個國家的經濟漠傑的時候 就等同於是類街坊 縱然在短期之內 中國停購澳洲的產品 就會造成 在一段時間裏面的需求裂口 但是澳洲是可以供應到其他地方 可以軟銷到中東 甚至乎是東非 因為澳洲的第一產業的產品 農產品 礦產品 其實都是相當優質 根本上就不優勢 沒有市場 絕對在全球市場裏面 是具有相當大的競爭力 如果澳洲是成功能夠擺脫得到對華貿易的利益 然後在經濟上仍然是押納不到的話 就等同於 在全球上起了一個示範作用 因為這件事 其實任何一個 具有經濟規模的國家 都是不見得做得到的 如果澳洲做得到的話 他就很厲害了 現在看來澳洲的執政黨 似乎就有這種決心想做到這件事 至於大陸方面又有什麼回應呢 其實又不是直接回應 中國生態環境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等五個部位 在12月31日發佈了一份公告 說要開放進口廢鋼作為煉鋼的原料 國際貿易商就指出 中國的需求太大了 這個舉措長期來說 就會推升所有鋼品的價格 包括廢鋼的價格 雖然在這份公告當中 完全沒有提及到澳洲這兩隻字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是用廢鋼作為 材料煉鋼的時候 如果你完全是一個 新煉的鋼鐵 那你的原材料是什麼呢 主要來說就是鐵礦砂和煤炭 煤炭就是焦煤 其實這兩樣東西主要都是從澳洲進口的 現在忽然間又說要開放進口廢鋼 是不是大陸要想盡辦法 來取代澳洲的鐵礦砂呢 現在這個當然是一個取代的辦法 廢鋼也可以煉鋼 這某程度上就反映得到 其實大陸也有個決心是想擺脫 對於澳洲鐵礦砂的依賴 但是究竟擺不擺脫得到呢 這個就後話了 因為大陸始終對於鐵礦砂的需求彈性是很低的 到底你不斷買這些廢鋼 是不是完全可以取代得到 你走去新煉的鋼鐵 看怕也未必得 全球有多少廢鋼可以讓你買 當然到底大陸為什麼要開放進口這個廢鋼 真正的原因在這份公告當中就沒有提到的 有些媒體就說 大陸這樣做無非就是出於環保的考慮 因為用廢鋼來煉鋼 就可以減少在這個製作過程當中 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和其他的溫室氣體排放 這個大家信不信呢 那就真是見仁見智了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